香港變化得很快 建築一天一個樣子 我就很想將老香港保留下來 2007年就做了第一件作品出來 那個就是和昌大廈 和昌大廈在灣仔的地標 大概都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它是以前的檔舖 完成了這件作品之後 覺得時間都靜止了 原來我可以將腦裡的記憶復活出來 而去到深水埗區 去找一些舊貨 回來之後我就開始算比例 一般我都是用1比12的比例去做出來 做模型作品很花時間 譬如一眼燈要做兩個小時 平均一件作品都要花兩三個月 因為我做的都是老建築物 老街道 所以都要做舊化的過程 譬如那些山壽的痕跡 都是要用硬料一筆一筆地游上去 裡面我就會加了很多會動的元素 譬如這個電視機可以播放 讓我小時候 狼奔 狼奔 萬里吐潘江水榮不有 徒盡了我小的心 是我小時候 我爸爸帶我去南丫島旅行 坐船過去南丫島的時候 就看到對面山 一排一排的墨屋 由馬路上面 一直伸延到海邊 我的作品《摩星靈墨屋》 是難度最高的一件 它的墨屋裙 大概都有百多間墨屋 面積非常大 所以我就做到一比五十的比例 但是裡面每個細節都不能放過 我還在裡面加了很多人仔 加多些人情味在裡面 阿公阿婆看到我的作品 都很高興地跟我說 我以前就是住在這裡 想不到現在還可以在這裡見到 我覺得很開心 原來我幫到香港人留住他們的回憶 你在這兒 lower 待會兒 在我家裡放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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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